登一關按照逃生標示走 不過卻被障礙物扮住 接著又撞上木板隔間 跟這邊寫逃生口在這裡嘛 那問題這邊是牆壁耶 逃生路線全被堵住 要是發生火警 就怕逃生不及會受困 這邊是一個逃生口就對了 消防局帶隊來到花林 這間保林球場機查 仔細看球場內緩降梯出口太小 只能揉向一個人 標示位置也不清楚 要打開鐵門門栓 但如果裡面木頭隔板起火 整個逃生口就失去功效 在出口不明顯 還有一些動線不明顯 一些所謂的照明設備 設備不完全的部分 已經請他能夠進行改善 再到基隆唯一的保林球場機查 發現停車場本身就是違建 市府都發出指出 1996年合法使用執照用途為停車場 2011年因為經營保林球場使用 被依違反都市計畫法罰款 它是一個違反土地使用分區的建築物 桃園發生保林球場活禁 現在各地大動作機查 就怕裡頭隱藏不少安全疑慮 GTV新聞綜合報導